今年为什么没有圣诞行情了呢 要想知道这个问题 就要明白目前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 从明年开始将进入第九运 离火九运 在这个20年当中 过去的一切 我们所认为的规则也好 还是经验也好 都将失去作用 我们需要重新学习新的生存技能 投资技能 生活技能 工作技能 来临的2024年 马股会有哪些机会呢 去年的年底的时候 我预测了今年马股 上半年没有行情 下半年是有行情的 事实也确实如此 整个上半年都跌得非常惨 下半年开始有所起色 到目前为止 已经构筑了一个底部的形态 明年将有很多的个股 进入到三浪的主持浪 为什么我们说 明年很多个股将进入三浪的主持浪呢 因为指数这边 我们可以看 实际上它的二浪 调整的已经很充分了 从2020年年底 一直调整到现在为止 还是没有出现大级别的行情 这种情况呢 持续的时间越久 未来向上上涨的越久 速度越快 进入到离火酒运 哪一些机会 我们需要抓住 什么行业将兴起 这边呢 我们提几个点 目前八亿冲突加上红海航运受阻的事情 这个跟马来西亚观点都比较大 尤其是对于原油价格的影响 那么这个时间呢 可能会影响一个月之久 赶上圣诞节还有新年 本来物价就会有所向上 加上目前航运费 货柜费 以及石油的价格向上 会让物价再次出现上升 那明年的第一季度 会不会通胀再次抬头呢 那美联储以及国行这边的利率政策 又是怎么样的呢 石油会有很好的机会吗 从图形当中 我们仔细看到 目前油气板块开始向上了 第二个赛道就是比特币概念 你们知道 比特币在上一周 以及本周呢 出现了不错的向上 美股里边的相关概念股 在最后一个月 基本上出现了翻倍的快速向上 这种势头会不会蔓延到全球 乃至马来西亚呢 马来西亚里边 有哪些是跟区块链 跟比特币概念相关联的个股呢 同样我们会在 1月6号的2024行情布局的 专题内容上去进行讲解 如果说你对于我们 2024年的布局专题课程有兴趣的 可以点击我们下方链接 来进行咨询 更多精彩的内容呢 我们只能在现场给大家分享了 如果说你对于2024年 想要了解什么样的问题呢 也可以留言给我们 我们会尽自己所为现场呢 给大家进行一个解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